大家好,本期我们分享的是大唐帝国最后的荣耀之战 唐惠昌三年夏日,至所位于陆州的唐王朝,则禄节度使刘从健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 则禄节度使所管辖的地狱大致囊括了今天的近东南与济南一带 在当时,这里不但是唐廷监视和硕三镇动向的前沿 还是拱卫东都洛阳的屏障,战略意义极为重大 如今,刘从健命不久矣,谁会是他的继承者呢? 新少人的节度使把守这样的要地,又会如何处理与周边藩镇和唐廷的关系? 事实上,刘从健自己本身便得位不正 刘能够走到今天,离不开地方军人拥立 唐廷得知后,仅仅是做了事后苍白的追认 刘从健在位期间,利用此处便捷的交通,发展商贸,聚敛财富 获得了一大批追随者 可是在与唐廷的关系处理上 刘却遭到了当时把持中央大权的宦官邱世良的暗中揪 双方关系十分紧张 如今,刘眼看由自己开辟的事业颇有一番生计 本能地不愿把自己惨淡经营的地盘交给旁人 而更希望由自己的亲属来继承 由此,刘不但向猜忌自己有二心的朝廷隐瞒了自己的严重病情 还暗中受一亲信 在他离世后,将崖内都知兵马使的位置交与自己弟弟从塑之子刘诊 刘从健哪里知道正是自己的这个简单的决定 给自己的族人招来了杀身之祸 刘诊当年是年轻,政治经验不足 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他考虑自己权力合法性的问题 当他得知自己被立为本地的一把手后 欣喜异常之余 他胁迫当时的监军崔石康 要求朝廷尽快授予自己象征节度是权威的节约 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 他还强调了一下 自己这么做不是因为怀有野心 而是出于对刘从简病重的考虑 很快,陆州高层出现的异动传到了京城 当时,唐物宗正为回湖范靖的事丝谋对策 如今刘诊贸然提出接替自己伯父的职位 全人不顾及朝廷任免节度使得最高权力 是可忍树不可人也 和硕三镇的衙兵费力主帅已经是根深蒂固 难以轻易撼动 现在连陆州都想笑发这怎么能行 更何况对于唐朝君臣而言 如今刘从简是否还在人事都得画个问号 因此,面对刘诊的请求 武宗表示不予考虑 而当他得到刘从简已经病逝的消息后 更是明确提出让刘诊离开陆州前往洛阳不得拖延 唐武宗的态度如此强硬 不由得让一部分朝臣紧张起来 其中包括与刘诊关系紧密的牛党头目之一 李宗敏 这部分人认为 如今西北边境警报频传 吐蕃回湖 基于边地 东北的和硕又是半独立的状态 朝廷已经被牵制了很大的精力 如今刘诊提出效法和硕由军人拥立 四无哀大局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如果跟他闹翻了 刘诊起来叛乱 难免不会重演唐德宗时候的四镇之乱 面对朝臣的质疑和对藩镇的绥靖武宗也有些犹豫 但是当时的宰相李德玉却持相反意见在他看来 如果纵容迁就刘诊的行为 那么其他藩镇也会起来效法 到时候又会天下大乱 更何况在他看来 刘诺早在安史之乱的时候 便心向朝廷反对叛军忠心耿耿 留诊作乱必不得人心 因此对于陆周的节度是一手必不能宽纵 李德玉的建议让武宗严肃的面孔 不由得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李德玉出身士族名门 血氧身厚 而且又不乏政治家的长远眼光 他的看法在朝堂之上还是很有一定分量的 于是原先摇摆不定的武宗坚持了信念 和在留诊的对阵上更是寸步不让 而留诊似乎也早有预料 他对外宣称 自己手中有十万精兵 钱粮至少够用一年 言外之意 唐廷要对他用兵恐怕只是白费力气 武宗和李德玉才不会被他唬住 很快二人便制定出了一份相对周密的作战计划 据分兵多路进讨则禄节度使的辖区 消灭刘枕和他的叛军 为了击败则禄叛军 唐廷决定以和硕三镇中的魏伯节度使 和鸿敬和承德节度使王元奎 分任则禄南北面讨招使 协助其他几路唐军进讨刘枕 和硕三镇多交兵汉将 作战凶狠无理不起早 此次得到朝廷号召 他们认为可以名正言顺的杀掠周边地区 自然是喜出望外 因此 承德节度使王元奎率军出发 很快在摇山大败叛军 至于何鸿敬一开始有些犹豫 怕唐廷借平叛为名削弱自己势力 后来李德玉等有所察觉 此指示一同平叛的中午节度使王仔 率军故意通过魏伯节度使辖区 以此刺激何鸿敬用兵 和怕外地部队借助战为名 进入自己地盘 只好也出兵响应 越过张河直扑择路节度使 治下的磁州地界 对平叛表现出三心二意的 不止一个何鸿敬 还有进将行营的节度使李彦作 何鸿敬好歹抽一鞭子还知道动一下 李氏完全消极代工 屠废钱粮巨慎 所以很快被唐廷以天德防御使石雄取代 石雄不比前任 他志在必得全力助战 前线战势激烈 在各路支持唐廷的军官中 攻打叛军聚守重镇泽州的何阳节度使 王茂元一路压力最大 唐政府军和刘枕手下汉将薛茂青的主力 在天井关附近激战屡遭实力 王茂元自己因指挥失误而被解职 改由王仔来临时指挥 刘枕发现唐军事衰 又加派牙将张聚等来助战 形势一度对忠于唐廷的一方不利 后来还是叛军将领薛茂青 因怨恨刘枕赏罚不公 暗中向唐军输成 故意丢掉一部分要爱 才让王仔的大军得以反败为胜 而薛茂青也因自己意图被刘枕察觉 遭灭门惨祸 薛茂青死后 叛军内部离心离德 刘枕对不少将领由此产生了怀疑 此时对泽陆叛军的战事进入到了关键时期 可也就在此时 唐廷又遭遇了新的危机 那就是河东节度使得 治所太原发生兵变 部分军人嫌弃待遇微薄 在独将杨变鼓噪下杀死军官 发生滑变 杨变看到阴谋得逞更是得意忘形 竟直接派人与刘枕联系 要和刘枕共同反唐 太原陷落的消息让武宗颇为震惊 要知道 这次太原兵变的恶劣程度 远不低于唐德宗时代的靖元兵变 皇帝心里有些打鼓了 但是李德宇在这关键时刻站出来 力劝武宗将镇压叛阵 坚持到底不要半途而废 李德宇认为 太原军队的反叛规模有限 又处在忠于唐廷的军队包围之下 根本成不了气候 耿煌论支援泽禄 因此他建议皇帝一面加强 对泽禄叛军的围困 一面又调唐军西进太原 武宗又被说服了 太原滑变的军官 本来只是想多得一些私捐 没想到现在 却让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他们担心一旦外地军队开来 自己的亲属和财产将不保 因此一部分军官转而拥戴监军吕义中 向唐廷表示效忠 然后把杨变剁为肉泥 日常危机就此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刘诊更加孤立了 本用于攻打太原的唐军杨逢在得知河东恢复平静的消息后 并没有回到驻地 而是又被唐廷投入到对泽禄叛军的作战当中 胜利的天平愈发偏向唐廷一方 在唐廷调遣的重兵进脚之下 到了会昌四年夏天 叛军聚首的行舟 因主将贪婪残暴遭不满者诛杀 而被唐军轻易克服之后 洛州的叛将王昭不堪留诊猜忌 也宣布加入到平叛大军的行列当中 叛军老朝陆州周边的据点一个接一个 被唐政府军占领 留诊有些慌了 此时城内粮草已经不济该如何是好 刘诊心乱如麻 连忙问自己的谋是郭怡求助 暗中操纵刘诊意志的郭怡 此时也深感大事不妙 但他所想的可不是如何保全刘诊 而是自己在他看来 当前只有弄死刘诊 向唐廷表示忠心 自己才能安享荣华富贵 于是在他的窜倒下 原先曾效忠于刘家的牙将董可武崔玄渡等 都被他拉拢过来 郭怡一面假装替刘诊考虑 让他放下武器 主动向唐廷投降 一面却趁他深信不移之时 让董可武等把他绑起来 然后要了刘诊全家的命 刘诊的家努李氏贵得知郭怡要出卖刘诊 试图起兵反抗 也被杀死 就这样 原先在路州叱咤风云的地头蛇 刘从简家族 瞬间被雨打风吹去 当然卖乳求荣的郭怡等人 也没有得到唐廷宽恕 在李德玉等受益下 唐廷的大军进入陆州 将郭怡等叛军头目一网打尽 后解送长安处死 历时一年之久的路泽兵变 方告一段落 至于之前参与出兵驻战的魏伯和成德军 也在劫略一番后回到驻地 继续维持着自己半孤立的状态 直到朱温的出现 泽陆叛乱瓦解的意义 远不止于一场简单的军事胜利 还牵涉到我们思维的革新 以往在我们的认知当中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历史似乎一团漆黑 全无生气 除了藩镇割据就是宦官专权 但是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简要回顾 我们会发现 唐廷在与藩镇的对抗中 也逐渐掌握了一套止衡甚至战胜对手的策略 唐廷与陆则叛军的较量中 我们不仅能看到双方绝对实力的差距 更应当认识到战争说到底 还是对双方意志是否坚定的考验 显然铁血宰相李德玉 用他的行动向我们证明了 藩镇兵变并非只能姑息 桀骜不驯的和硕军人 也是可以和朝廷密切合作的 而唐廷讨平泽陆兵变的胜利 也成为了唐帝国在内忧外患之中 最后一场荣耀之战 武宗死后李德玉因树敌过多 功高震主等原因 在宣宗朝被扁往崖州 犹豫而死 唐廷在失去勇于认识的闲尘后 重又陷入到宦官弄权 与党同伐裔的内耗当中 再无讨平泽陆这样难得的胜利 这又不免伤人唏嘘